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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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国外货轮压舱水等生物物侵途径进入我国境内 小龙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横行霸道无人能治理 如此霸道的小龙虾就这样栽倒在吃货帝国的嘴下 在我们中国人强大的胃面前也只能靠人工养殖才能继续生存 牛蛙独居的水漆蛙 因其叫声大浅红亮酷似牛胶而得名 顾名牛蛙 为北美最大的芭蕾 因为恐怖的外表和声心的味道 让它带入美一些国家横行霸道 但是进入大吃货帝国后 聪明的中国厨师们用泡椒 辣椒 花椒这些东西轻易地化解了牛蛙兽的心山 在中国人面前 它就是野味 由于野生数量少 现也只能靠人工养殖来满足国人的胃口 亚洲鲤鱼又称为银鲤 可以长成重量超过一百磅的大鱼 最初 引进它是为了清理美国南部粘鱼池的海藻 由于数量增多 一些鲤鱼溜进了密西西比和极其之流 在这里 它们迅速贩卖成灾 在中国 鲤鱼能构作成极其美味的佳肴 但由于过度捕捞 野生环境几乎绝技 所以在美国中部 有许多渔民开始捕捞银铃 经过加工处理后 迈往中国 能把这样的一种鱼吃到几乎灭绝 撞在我大吃货帝国 缅甸蟒也有人称为缅甸眼蟒 也是世界上最巨型的六种蛇类之一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据当局统计 有三万多条缅甸蟒蛇 出没于沼泽地国家公园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这种外来的蟒蛇天敌很少 而且当地许多濒临灭绝的动植物 时常受到它们的侵害 在中国会捕捉蟒蛇直接饮食 以至于在中国 包括周边缅甸之类的国家 缅甸蟒属于宾微物种 罗飞鱼俗称非洲鸡鱼 飞济 越南鱼 南洋济等 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在面积狭小之水域中亦能繁殖 甚至在水稻田里能够生长 且对荣养较少之水有极强制适应性 而目前 罗飞鱼在中国的生存状态 最密集的区域是烤鱼馆 蛇头鱼 因为这种鱼的头部外形和蛇非常类似 因此西方人称之为蛇头鱼 一旦蛇头鱼在池塘或湖泊出现 它们将吞噬掉任何它们可以找到的东西 外国政府为了独死一条蛇头鱼 不惜污染整座湖 这个鱼在中国叫什么 叫做黑鱼 这个你没有看错 就是我们吃烤鱼酸菜鱼什么的时候经常会点的 48块软卖币一斤的黑鱼 嗯 好吃 斑马以备是一种贝壳上 具有斑马花纹型条纹的水生软体动物 原产于黑海地区 而现在这种软体动物已经遍布英国 西欧 加拿大和美国的水系 由于白石很快影响整个水体的生态平衡 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西方政府每年花费巨大 来处理斑马以备 在中国 斑马以备是一种叫海红的海鲜 味道鲜味 晒干的叫淡菜 主要靠人工养殖 请问看到这里的你们是不是已经和小编一样 口若悬合 阅读是我们给你最好的陪伴 好文章 文章好 值得关注点击阅读全文 更多精彩 阅读全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